我来搅拌一下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现在很多人如果遇到家里面的下水道堵塞的话 会用到一种叫做下水道疏通剂的东西 我其实很早之前就想测试一下下水道疏通剂的威力 但是我家的下水道它就是不堵 但是没关系 我了解到下水道疏通剂的原理 就是把下水道中的异物给它溶解掉 那么今天我们来试一下一些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物体 是不是都能够被下水道疏通剂所溶解掉呢 这是我购买的4瓶下水道疏通剂 卖家号称能够溶解100种下水道堵塞物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下水道堵塞最常见的东西应该就是头发 所以我们先用它来溶解一下头发试试 我的头发它比较短 而且堵塞下水道一般都是女性的长头发 所以我们去取一些长头发过来 你干嘛 你拿进到哪儿子 我 你要smoother 你要smoother 咱们非常轻松的就获得了一撮比较长的头发 现在我们实测一下它溶解头发的效果 这个里面是粉末状 我给它倒出来 看一下有点像化肥的感觉 然后我们加入热水 收冻剂和水的比例 在1比5左右 反应好强烈 现在我们把头发放进去 搅拌一下 倒出来看一下 这里面成型的头发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只有一些很小的黑色颗粒 这样看下来它的溶解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相信如果是头发阻塞了下水道 那这个疏通剂肯定是有效果的 那如果是一些比较硬比较大的东西阻塞了下水道 它的疏通能力还会不会那么强呢 比如说这是凶猛的大闸蟹 这个疏通剂能不能够溶解掉大闸蟹呢 它还是活的 螃蟹胸怎么摔了一下就变成红色了 生气了吗 因为这个杯子太小了 所以我刚刚把这个螃蟹分解了一下 仅仅是为了让它能够非常顺利的放到杯子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测试一下螃蟹作为一个堵塞下水道的异物的时候 能不能够被疏通剂给溶解掉 这次我们直接倒多一点 再来一点 这次我们先把东西放进去再倒水 放些螃蟹饺 再放一个螃蟹壳 再来一个大钳子 倒入热水 我来搅拌一下看看它们还在不在 很明显它们还在 好吧咱们放在这里等它反应结束到处来观察一下 LATER 啊 我们可以看到螃蟹兄弟的躯壳还完好无损 好吧那么经过实测 我们的这个管道输动器是溶解不了螃蟹的 那至于这种输动器 你们能不能够像卖家宣传的那样 能够溶解超过100种物体 这个不得而知还有待我们以后的测试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我溶解什么东西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告诉我 我是熊猫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